正面班土地公走路摇摇晃晃 在台北街头出没 沿街向店家讨钱 类似的情形不止 在台北 来到高雄迄今 头套面具特征 看来也是土地公 穿着紫色长袍 右手拿红拐杖 左手提红色篮子 等着装纸钞铜板 他就是过去 就是给你拜拜 要是陈给他 他就说 生意兴隆 土地公或者是穿袈裟服 或者是敲锣打鼓的也有 有时候也会说 几十块打发走 台商店家对真人版土地公 或各种真人版的神明出没 早已见怪不怪 除了扮成神明 还曾出现捧神像 或是穿着一身修行装扮的男子 要求小额募款 因为我们看就知道什么 我们也不去听他讲什么 我们也不予自评 店家或摊商秘籍的商圈 常见各种民意募款状况 除了打出神明牌 甚至敲锣打鼓 大阵仗声称要盖庙结缘 还有博取同情诉求 基层里长不会言募款单位各有理由 也曾出现杂志社 以不让孩子挨饿为由募款 遭起底有疑似诈骗行为 遇到募款想要随手做爱心 得谨慎当心 以免爱心没用在刀口上 三连讯员黄启长欧欲文高雄报道